大家好,我是Carrie李若帆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大宗商品货币 即是澳指、柳指、加指的一些看法 可能大家会看到在联储局开会之后 美元进一步向上 而大宗商品货币亦有所回落 未来会不会进一步下跌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解答的问题 暂时来说 我们觉得大宗商品货币进一步下跌的空间 未必是这么大 先回来 如果说7月开始 美元指数的这一轮升势 简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7月8月期间 我们看到美债收益率持续向上 所以带动了美元上升 去到9月开始 我们看到其实美债收益率停滞了 但美金仍然是继续向上 那时更加多的是一个相对的经济优势 因为看到很多的数据都显示 美国软着陆的机会更加之大 但相反 欧洲的一些国家似乎衰退的风险更大 所以大家觉得美国经济相对强劲时 都支持了美元向上 在9月以来的美元升势时 我们看到欧洲货币的下跌情况更加之严重 相反 商品货币反而不算表现太差 主要因为大家都看到美国经济有机会软着陆 另外亦都看到中国经济有复苏的迹象 同时亦都期待欧洲的一些央行 可能会是结束他的加息周期 这些都看到是令到大宗商品的需求前景改善 我们也看到油市供应持续十分紧张 还有些季节性需求上升 所以油价也好 或者是铁矿石价格 甚至乎整体的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都明显向上 支持了大宗商品货币 其次的话 有别于欧洲的货币 我们看到的就是在三种商品货币方面 无论澳子、楼子、加指都好 最近空仓已经是相当大的规模 要进一步沽这几只货币 其实空间不算太大 现在这个情况下就是美金 因为美债收益率上升 而进一步向上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看大宗商品货币 其实是否有机会进一步下跌 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 美国虽然经济是OK 但似乎市场仍未很相信 联储局明年会像他们自己所说的 只需要减息50个点子 市场仍然觉得有机会减息超过两次 但如果未来的美国数据 支持到大家进一步削减 对联储局减息的一个压注 可能我们会见到美债收益率进一步向上 从而支持美金更大范围的走势 在那种情况下 其实商品货币都难以借面 有机会进一步下跌 其次的话 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经济 可能出现了一些复苏的迹象 但如果现在的数据显示 其实复苏不是真的可持续的时候 可能也会影响了商品价格 或者商品货币的一个上升的动力 整体来说 我们觉得在美金全面走强的情况下 可能商品货币都难免受到一定的压力 但也都缴于始终说这些商品货币 短仓已经十分之多 所以我们觉得下跌的空间不算太大 例如说澳洲紫、柳子或加指 相对美金可能都会有机会分别在 0.6350、0.5840和1.37的水平 再又找到一些支持 今天对这些货币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下一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对美金整体走势的看法 敬请期待